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知道的事情更多 其中对于外太空的猜测和探索 一直是上至国家下至平民都十分关注的事情 我们知道有能力的国家都在积极的发射各种探测器 去导不同的星球搜集有用的信息 我们也一直希望能够把人送到其他星球上去探索 但是其他星球就没有人来地球吗 答案是有 我们之前介绍过惊心流浪者 今天的主角不是他 而是比他更早出现在公众视线里的火星男孩 当我们一讲到古埃及的时候 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肯定就是金字塔和木乃伊了 木乃伊是古埃及最为著名的人工尸体 在古埃及还有着一座非常古老的建筑 它象征着古埃及文明斯芬克斯 距今已经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了 如今也是吸引着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 事实上尸身人面像还有一个可怕的地方 接下来让我们揭开尸身人面像 事实上尸身人面像是什么时候建造的 为什么没有鼻子 但还没有最后的结论 早些时候有一个叫做波利斯利的男孩 自称来自火星 他说他去过古埃及 他知道关于斯芬克斯一个最神秘的秘密 是在斯芬克斯的耳朵后面有一个隐藏的开关 开关可以控制他 关于这件事的谣言是否属于 然后往下看 事实上尸身人面像的耳朵后面有一个隐藏的开关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火星男孩 这位自称生活在火星上的21岁火星男孩 最近因其在火星上的经历而引起媒体的关注 据说火星男孩 波利斯卡出生于1996年 令人惊讶的是 在他出生后的15天里 他可以称自己为爸爸 当他一岁半的时候 他可以阅读各种各样的报纸和杂志 这些报纸和杂志被当地人称为神童 更出人意料的是 当波利斯卡10岁时 他宣称自己的真实身份不是地球人 而是火星人的转世 波利斯卡说 他飞往古埃及 火星文明与古埃及密切相关 尤其是卡夫拉金字塔旁的石身人面像 蕴含着深刻的寒意 当他的器官被打开时 整个地球将会翻转 但无论人们是否相信他所说的 波利斯卡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人类的命运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 他讲述了许多关于火星的秘密 如火星有生命 数百万年前火星有繁荣的文化 后来被战争摧毁等等 同时波利斯卡还讲述了埃及金字塔的真实起源 及外星人制造的艺术品 埃及的石身人面像有着巨大的秘密 一旦它被解开 有可能会改变人类的历史 此外 波利斯卡还说 火星上有许多类似金字塔的建筑物 其实 实际用途也有待研究 真正是他出名的 是他对火星与古埃及人的秘密接触的评论 他告诉人们 当石身人面像被打开时 是人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 特别是他告诉采访记者 石身人面像的耳朵后面有一个秘密开关 那是石身人面像的印章 如果它被打开 火星人类和地球的终极秘密将被解开 人类科学和技术将发生巨大变化 后来 好奇的人们走到狮子的脸后 寻找被所有人忽视的隐藏器官 奇怪的是 这个器官确实存在 但是它被石头堵住了 无法打开 当人们来询问器官的打开方法时 波利斯卡挠了挠头说 他记不起打开器官的步骤 他建议 人类目前不应该强行打开大门 如果时间到了 人类就会掌握开启的方法和步骤 火星男孩预言中国是被选中的国家 地球保护神将在中国诞生 火星男孩的出现是在美苏冷战时期 当时两国刚刚发射完火箭探索宇宙 火星男孩也耐不住寂寞 爆出了惊天秘文 近日 火星男孩再度引起关注 他称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国家 它是被神国所选中的国家 未来会有一位保护神在中国出现 这一言论一出引起了轩然大波 据说 这个名叫波利斯卡的男孩 从一个神秘的地方火星 长途跋涉来到了俄罗斯 福尔加格勒北部 充满神秘色彩的麦德韦德斯卡亚 格里亚达地区 你说的诞生于中国的伟大的指导灵是谁 记者发问 波利斯卡环顾四周说 我不能说出他是谁 他正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跟随他轮回的并不是我一个人 而有很多神轮回 其中有一个是他的保护者 如果我说出了他的名字与所在 那他的国家会驱逐他 甚至会像人类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那样 将他钉上新的十字架 媒体质疑波利斯卡所言 你出生在俄罗斯 为什么总是提及对你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国家中国 波利斯卡说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出生在地球这个地方 但我相信我与伟大的指导灵一样 都有自己的使命 请不用担心 中国这个被神国选出来的 让那些承担着使命的神而轮回的国家 有着特定的历史身份 正像你们的历史所言 中国像一只沉睡的雄狮正在苏醒 在那儿 伟大的指导灵已经诞生并不断成长 它是伟大的光的指导灵 只要你们肯发挥自己的光与力量 你们将会发现 你们是在不断被保护着 同时你们也将看到你们是如何被拯救的 这在未来很快你们自己将会看到 但这一切也都需要你们人类的共同努力 倘若你们消极不振 不愿意得到我们的帮助 不愿意学习 不努力提升自己的意识水平 那么谁也帮不了你们 因为决定权在你们的身上 任谁也无法预测这最终时刻到零的确切时间 根据波利斯卡的说法 斯芬克斯包含了火星 地球和人类的所有进化石 天亮星和太阳系之间的进化关系 星际空间导航的技术秘密 甚至宇宙的形成和许多秘密 还有其他的信使来到地球 当那时真相就会显露出来 但当人们问他大使什么时候会来 他说暂时预测不好 当被问到大使是否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时 波利斯卡说他会比一位科学家更伟大 因为他几乎是一位全能的科学家 毕竟火星男孩是根深蒂固或者是谣言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家能够得出结论 即使人们需要继续讨论 总之我们可以合理对待这份报告 满足人类的好奇心 然而我们仍然希望他所说的是真的 因为这样人类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伟大时代 古埃及的尸身人面像 这座雕像高20米长57米大约5米 头上戴着名字的王冠 眼镜蛇 眼镜蛇圣蛇的浮雕 下巴上垂着胡须 耳朵超过两米长 使人面像的表面比大罗数古代雕像保存得更好 但经过数千年的风化和人为破坏 他的鼻子已经完全损坏了 根据1402年的一位阿拉伯历史学家的说法 一位智者狂热分子为了纠正宗教谬误 故意毁容自己的脸 然而仍然有很多线索表明 石像一开始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19世纪发掘出了代表爱惜君主制的 透露的石质胡须和眼睛蛇头饰 市面上仍残留着红色染料 这使得考古学家推测 这整张脸曾经是红色的 而黄色和孔雀蓝色的颜料也是在其他地方 这使得肾脏怀疑原来的雕像是彩色的 让我们看看哪位法老的脸 因为我们知道古希腊的石身人面像 这是一座男人的雕像 除了作为一个男人的雕像 很难说它与什么特别的人有关 但古埃及的石身人面像 这一个雕像是不同的 它戴的围巾是古埃及法老戴的一条非常典型的围巾 围巾的形状很典型 头上有一条蛇的痕迹 为什么是痕迹 因为原来的眼镜蛇已经不在了 它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和人为的破坏 它不再存在 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座雕塑 这东西一定是神蛇 这神蛇不是每个普通人都能得到的 够了 把它放在你的围巾上 在它前面 这是法老的记号 人们普遍认为古埃及的石身人面像 是用来保护法老的目的的 它是智慧和勇气的结合 但有些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 这个人是埃德加·凯西 伟大的美国先知 从1933年开始就一再预言 斯芬克斯不是古埃及人建造的 而是来自公元前 一万年亚特兰蒂斯的亚特兰蒂斯建造的 2014年11月9日 埃及文物部邀请媒体前往著名的史前一指 石身人面像 对其进行了部分整修 并宣布重新开放庭院 庭院在雕像基座周围已经关闭多年 并进行参观 ORS将有机会近距离观看风景 这座近5000年前的石身人面像 也称为石身人面像 位于卡罗郊区吉萨高地最大的金字塔附近 小伙伴们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留言哦 小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